我们前面介绍的都是增和生物的细胞结构 增和生物 而我们也知道动物跟植物都是增和生物啊 那我们就把动物跟植物两群增和生物的细胞结构做一下比较吧 来看看谁是相同的 首先我们是增和生物 植物跟动物细胞都有细胞膜 都有细胞脂 都有细胞核 也都有以下的磨状胞气 或是非磨状胞气 像磨状胞气 立腺体 内直网 高级尸体 龙体跟翼胞 这些是磨状胞气 我们也包含了这个非磨状胞气核糖体 所以上面这是我们动植物都有的 接下来看看相异之处 有没有只有动物有或只有植物有的呢 好动物细胞具有中心力 可是高等植物没有 低等植物有 但是高等植物没有 它就中心力不见 只剩下那浓稠的细胞质 第二个植物会有个非常大的翼胞 我们称它为中央大翼胞 看你就知道很壮阔很大 中央大翼胞 对不对 可是我们动物呢 要不然就翼胞很小 甚至没有 甚至没有 所以我们动物的翼胞非常不明显 它植物是非常显著 植物细胞呢 为了行光合作用 植物有叶绿体 我们动物没有 我们动物不会行光合作用 植物有细胞壁 我们动物也没有 植物有原生子丝 我们动物也没有 因为植物没有血液循环 它们要透过原生子丝 或是尾管树来运输物质 我们动物就演化出血液循环系统 或是尾 反正就是循环系统 所以我们就没有原生子丝这样的构造 所以我们没有细胞壁 没有原生子丝 我们也没有叶绿体 也没有光合色素 叶绿素 好 以上是动物细胞的比较了 我们就把此节结束了